T0神陣 獨立星是個成型登場的陣容 13.1版本重製了李星的英雄個人強化 把亂武改成了進化鐵壁金身 金身的效果就是可以獲得一位李星技能減少30的魔力 施放技能的時候會移除所有負面效果 並治癒自身18%的失去生命 也就是說他的治癒效果是完全不受到黑書海有日顏所影響的 並且魔力還從70直接降到了40 讓他更好達到一個無限回血 無限護盾的效果 而且呢 李星的雙防和技能傷害也都是有被加強過的 可謂是雙重加強 所以金身的話絕對是現在看到必拿的一個海推士 等等會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剩的一些關鍵細節 那為了恭喜K寶寶跟佳一星順利奪下 才剛好比賽的冠雅君現在有個歡慶活動剩下兩天 直到情人節而已 如果你找不到女生陪你過情人節 沒關係 我們可以找男生過 下單4場教學可以限制400 並且還可以加入我們的戰期VIP群 獲得師弟的燙金卡片以及提前收到專屬攻略 上這篇攻略的時候提前分享給YouTube的會員以及VIP們 當你加入我們的VIP群會有七位的精英石礦主和眾多的大師 為你借答醫獲 非常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戰期大家庭 那如果你預算有限也沒關係啦 可以幫我按個讚按個訂閱就是最好的鼓勵了 感謝你們 這剩的組成由菲艾、女傭、李星、Yumi、索娜、勒布朗跟索拉卡 基本是四主戰惡加護惡人工惡魔法使 這剩的主要思路就是利用李星去攜帶彈性的一個裝備 靠著被打回摸快速、施放技能瘋狂給予友軍護盾 順便疊我們助戰羈絆給予的魔攻層數 等到魔攻疊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不但護盾會越來越厚 整個團隊的傷害也會高到出水 而如果我們想要一直出水呢 就是會需要一些小工具啦 對 就是那個水滴 所以後排有個藍buff也是相當重要的 這時候我們的出裝呢 李星就可以去出十項龜、反甲、龍爪、贖、神石、浩戰、星火跟日炎 那索拉塔跟索娜就可以去出藍buff啊 科技槍、精進、法爆、破防者跟巨殺等等的魔攻裝備 需的前排裝備就是拿虛空或是說切賊 那瑞寶跟索娜還有Yumi也則是拿剩餘的一個水滴裝備 像說電刀啊還有一些剩餘的魔攻裝備也都可以 英雄強化必備的就是李星的進化鐵壁金身 所以呢不要說你沒有拿到這個東西還有硬毒喔 像是之前介紹醫者的時候呢 就說要拿到這個驟能高掌喔 不過還是很多人沒有拿到這個英雄的強化就硬毒 然後呢還有像上一部的影片呢 其實改裝的時候我有說就是要拿到改裝的轉職會一張 再玩是會比較好 但有些人呢就是他可能沒有這個改裝的轉職 但還是硬完 還有就是改裝呢也得需要跟這個我們的助戰法的體系互轉 所以在學改裝的時候呢是也得把助戰法都學好了 推薦大家把楊索娜跟楊索拉卡都去看一遍 就是最近的這種法陣體系也都是越來越熱門 就是如果你有在看比賽的話其實也可以觀察到這件事情 就是法陣呢在現在的版本之中算是蠻強勢的一個體系 主要就是呢改裝這個東西加強了 而且他就是免費獲得的一個天生神力 所以你只要聽到助戰或是改裝的話 你其實都要有一個想法就是你的法陣呢要玩的好 就是你的每一個主C都要去玩過 而且融會貫通才會是最好的 然後這次比較關鍵的就是助戰轉職級 就有香雙胞胎魔控上鏈跟雨量級 比較通常的就是珠光蓮花再接再厲 盧登回音錢滾錢跟貿易大亨 他用強裝呢建議是鎖子甲水滴跟腰帶 那玩這陣的先決條件呢 第一個呢就是必備離心的個人英雄強化的一個精神 最好呢是二之一的時候就要去拿到 因為你能更快確立陣容的方向 更好掌控自身的一個經濟 那第二呢就是沒有同行 這點呢任何賭陣都是一樣的 就不再另外贅述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是有同行的一個狀況 現在也就是得打節奏型的 去上八上九找更高費卡 去補足我們整體的一個陣容強度 第三個呢就是有坦裝 或者說水滴裝的時候是最好的 最後你也不要就是說 欸今天你全部掉的都是大劍跟公開一局 然後還是玩這個陣來增加自己的遊戲難度 這個陣呢比較需要 還是坦裝跟水滴這樣子的裝備 這也是助戰法體系呢都會去用到的一些通用裝備 接著來講一下陣容的過度 前行呢建議打連敗最大化經濟 最好能攤一隔三地下勝利喔 順便下去拿正確的裝備 讓你能夠在第三階段快速啟動 只是呢如果說你今天陣容這樣真的很高 我想說欸你可能多數的英雄都是惡心的 那選擇寶血或是說正常營運的方式也都是可以的 這邊分享兩種過渡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去搭我們的改裝助戰 四等的時候呢就是先去湊一個三改裝二助戰 畢竟改裝的牌呢在低費卡來說是比較好拿的 第二種呢就是五豆助戰 可以先去搭配機器人啊還有加利歐以及Yumi 然後湊出一個二五豆二助戰的羈絆 如果你是選擇寶血量的一個打法 建議前期有能用的裝備呢都要先去合起來 尤其是日炎這種裝備呢前期越少合 你的效益當然是越高的 接著你就可以用露露去過渡索拉卡 或者說索娜的一個裝備 戰爭了身上六等之後呢是最為關鍵的一個時機點 因為我們要卡在六等去刷李星到三星 所以身上六等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刷牌 然後把我們的李星升到二星 完成基本的一個陣容組成 招陣的組成呢我們會以四助戰作為主要的核心下去延伸 所以呢這個陣容的組成呢也只是給大家參考而已 其實我很多的就是陣容的圖都是給大家參考用的 所以大家不一定呢要完全造超 而是你可以以這樣的一個核心思路然後下去變化 那我的第一個配置呢就是人工助戰 六等的時候呢可以先去找到李星 Yumi 索娜 露露 機器人以及勒布朗 湊出一個四助戰二人工智慧的羈絆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試第二個方法就是雙李星 如果你有兩個李星的話呢肯定就是直接上就對了超級強 這是在前期啊對後排的裝備需求是比較低的 所以呢要先去優先合出我們李星的三件坦裝 這樣才能夠坦得住 只要他能夠坦得住就能夠給你全天下 而刷到三星李星之後呢就可以去升上七等了 七等的話基本上就是補上一個二加護的牌 增加我們前排的一個坦度 並且呢也要留意一下你的人工智慧的效果是什麼 如果你拿到的人工智慧效果不是魔攻或是說回魔類型的時候 會建議把勒布朗直接換掉換成加護 或者說其他高質量的單卡 像說草人啊 烏爾加特啊 豬女等等的 那這陣呢是不會在七等停留太久的 可以直接訴衝八等喔 八等的話呢也是跟剛剛的思路一樣 我們先去補上一個加護的體系牌 但這算是比較陽純便宜的配法 也比較好去對付其他的一個法陣 雖然如果你是遇到物理真較多的一個場次 這時呢我們就可以把加護的牌 換成豬女 草人跟烏爾加特這一種控場的角色 或是其他高費卡也是ok的 因為更多的一個五費卡呢 也才更好去拉高我們的上限 ok這場一開始呢 其實前期沒有出這個李星的英雄強化 這個是我後來賽了兩次之後才賽到的 我真心的推薦的啊 如果你今天前球看到那種惡費的英雄強化的時候 真的就是直接給他賽下去就對了 因為這個李星的英雄強化真的是算SSR的一個存在 而且現在反正英雄強化可以賽四次 而且是單獨的四次 所以你其實想要賽到你想要的一個英雄強化 是蠻有機會 因為不是說無腦可以賽到 但是蠻有機會的 像我前面是一費跟二費嘛 然後就直接賽到這個李星的 那對方的話呢他有想到就是我覺得還蠻強的一個東西 就是非愛的個人英雄強化 非愛啊 依則啊 跟李星 所以我目前認為就是二費都很強的一個英雄強化 所以就是二費這個東西呢 就是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多賽幾次 就是你有可能會賽到一些比較強勢的東西 好像這裡的話我就看了一下這個四人公智慧的效果是什麼 有25%的機率掉落金錢 好 直接損就對了 就是這個東西還蠻不錯的 在後期的話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經濟給養起來 那對手的話他拿的是孤狼 OK 然後我們這邊因為被控場 所以那李星來不及一發招 有點難受 這裡的話就是完全是 因為那個雅速剛好他在整龍整風的時候 然後我們李星沒有發到招 如果有發到招的話 感覺是贏了 就差一點點 很可惜沒有辦法打連勝 好 我們二階段的時候沒有辦法打連敗 然後這邊三階段的時候沒有辦法打連勝 算是比較難受的一件事情 那這裡打野怪的話 因為超過50塊 老師就稍微刷了一下牌 我在想說我們到底要用前排這個 就是機器人 還是要用後排的這個樂布朗 因為現在樂布朗還沒有升到惡星 所以我就先拿著用 就先還是讓他在這個備戰區之中 這邊的吊裝的話算是比較難受一點 因為我們沒有半顆水滴 其實助戰法的體系的話 還是蠻需要水滴的 這還是比較算是助戰法的一個延伸 但是呢 你也可以玩九五大陣 好 最主要我們的主角當然還是李星 他的一個個人強化 不過後面的話 搭配的方法的話 就是以助戰體系下去做衍生 那像這裡的話 一般的助戰體系其實是用不太到樂布朗 為什麼這邊會打一個樂布朗 主要就是 我們可以去開一個人工智慧的羈絆 而且呢 這裡還可以去跟 我們索娜湊一個魔法石 並且我們這一場的 人工智慧拿到的是 每過五秒的就可以拿到 一個十八的魔法攻擊 那十秒的話就三六嘛 二十的話就多少 七 七 七二 對 我數學天才 拜託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的海克斯呢 就是當然是選擇組件組合包 OK 這個組件組合包 我們當然是直接拿一個水滴 不要一個好了 兩個 我希望的是 其實是拿兩個水滴啊 不然就是 我們可以拿一個 號戰也不錯 就讓我們的李星談一點 其實我們這一場的開場 不是到特別好 就是 合我們的開場 也掉了兩把弓 弓其實是最爛的 就對這種體系來說 弓肯定是爛的 就是助戰法多一把弓 都是一種折磨 但沒想到這邊的話 還是沒有掉水滴 不過能合這個十相鬼的話 我還是合了 畢竟我們李星就兩隻角色頂在前排而已 而且其實李星也算可以單頂啦 所以 如果說是十相鬼的話 效益還是算大 像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 讓我的李星一直挨打一直挨打 對面的話呢 就是我們以前的神 伊澤 晝能高掌的伊澤 那他有經過一次的削弱之後 我覺得 強度有稍微下降一點 但 其實還是很強 我們直接 滅了他的火 沒錯 他在遇到我們之前呢 是火一直在燒的狀況 你就知道 其實伊澤強度還是算夠的 就如果你有賭到的話 像他剛剛有賭到的就是那一隻莫菲特 那也因為他玩的是超音體系 就剛好卡到我們的李星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其實剛剛呢 在這個過程之中就刷了七八十塊 真的非常多的一個錢 但是我們的李星一直沒有辦法來到三星 二費卡的三星的時間點 最好就是控制在四之三跟四之五的一個階段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有拿到暴力大亨的話 其實你有可能在四之一 或者說四之二的時候就刷到三星的李星 但也沒有關係 沒有刷到的話 我們就等一下再慢慢刷 這邊卡錢的話呢 我就把我的這個機器人給下掉 這邊最好當然是能拿到那個索拉卡 然後還帶一個水滴 但沒想到被拿走了 被拿走的話呢 就拿樂布朗好了 因為快要三星了嘛 這邊的話 哇 我們樂布朗跟我們的李星近的是一模一樣的多 對 沒想到這邊刷三費卡 只是刷到這麼多張 看來這一場呢 就是比較少人去拿樂布朗這隻角色了 因為現在的話 還是只有人工智慧的體系 或是一個法陣的體系才會去用到樂布朗嘛 OK 這邊刷的話 其實我很想要上的一隻豬 就是如果豬能二星的話 欸 它還是蠻大的一個提升 只是呢 因為我們的李星還沒三星 所以我們也不太可能再去 就是先去想豬的這個位置 像對面的話 哇靠 你看這是我說的 就是四隻五了 基本上也都可以 三星二費卡 那我們是三星矛 它是三星它的主C 三星主C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畢竟有裝備的人才打得動人嘛 OK 這裡有點感覺是要被這個非愛給爆打了一波 它就是主養非愛的 超強 因為它的盾也是非常非常的厚 我也有看過很多人可能會就是拿 非愛的個人強化 然後去玩一個九五大陣 或者說去玩槍手體系 其實能玩的東西還蠻多的 我之前也有拿過就是 非愛然後去玩槍手體系 還蠻推薦就是非愛的 這個強化真的好用 那這裡的話 沒想到是我們的勒布朗 率先來到三星 但很尷尬的是 我也沒有裝備能去養它 因為我們這場拿到的水滴 真的太少了 就這場是攻很多 裝備不是很好 然後勝負關係也處理得到 不是到太好 因為我們中間前面的話呢 是二之六的時候 不小心被那個地下的勢力給斷了 當時就是沒想到試人口 現在也可以打贏無人口喔 那對面的話這個鴻魚 我靠這個理性極限的 再上了一次盾 對方的話雖然是有龍爪的 沒錯 但因為我們這裡不是把這個 草人有一次帶走我們兩個人 差點被反殺 差點輸 這小細節喔 就是你要的裝備的 理心呢要放在檯面上 然後你不要的那個裝備呢 就是放在備戰去 這樣你的理心的裝備才能夠擠出來 如果說大家有上雙理心 然後也有給裝備的話 要記住這件細節 就是不要讓你的理心 拿到不好的裝備 因為其實理心上面的裝備 還是蠻重要的 像是說如果你有些什麼日顏啊 後戰啊 星火 當然也都是可以給 就是讓你的理心越彈越好 因為有些人如果說是打保險量的一個打法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喜歡上 就是日顏這樣的一個裝備 或是說一些功能型的裝備 因為主要就是想要保你的連勝嘛 或是說打出一個節奏 然後對面的話 哇靠他烏爾加特兩隻了 不是吧 就不會要烏爾加特惡心了吧 感覺是差一點點了 但他的薩密拉沒有惡心 算是蠻難受的一陣子 這裡的話其實我蠻希望可以出一隻 這個機器人 因為我們的是人工智慧的效果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就是掉錢的話 可以讓我們快速升到八等 甚至九等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才合了這個卡蜜爾 不然說這裡如果要上牛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就可以多一個那個吉祥物的羈絆 但這邊我們就是讓我們的理心單頂前排 最大化我們十項鬼的效益 這邊遇到的是三星的莫菲勒 跟三星的伊澤 我以前的神對上 我們現在新版本的神有機會打得贏嗎 因為伊澤的傷害 哇靠這個是什麼炸彈 一發就把我們的理心給融化 不過有我們的樂布朗 最後收割打出了五千多的傷害 這樂布朗真的也不是神有的燈喔 就是他最後那一發打的是 一三四一一千多的傷害 然後對面的話 喔百獸特攻 對因為現在的百獸特攻是加強的 所以現在可能也有人會去嘗試 想要去組出一個五百獸或是說七百獸 像他是有這個百獸轉職的一個徽章嘛 所以其實好運結現在的傷害也是挺高的 哇靠直接斬殺了我們的理心 有點難受 樂布朗你可以收頭嗎 你可以 好不行 好差一點點 好好像差蠻多的 一二三四 哇只有沒想到最難打的 是這一張好運結 好不過我們剛剛的其實掉了蠻多的錢 因為我們的四人公智慧 算是有點自降戰力啦 因為我們貪這個錢嘛 我想要上九 所以就是想要上八上九 所以呢我們去貪了這一個 四人公智慧的一個效果 但是呢這個四人公智慧 它給的是經濟的效益 而不是實體的一個戰力 所以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去上 像是說一些廢卡 或者說 欸 加護的一些角色上去 那這裡的話想說 嗯 補一張這一個 魔鬥好了 有沒有這個理心給魔鬥上的盾 超級無敵厚 超厚 然後這裡呢 我們給了貓一個贖罪程序跟星火 因為剛剛 剛三星的時候呢 沒有找到其他的一個坦克可以去帶 不然通常呢 是可以給像說 艾克啊這樣子的角色 就是星火還是給前排比較好 但如果真沒人給的話 也是可以給這個三星貓 還算OK 你看我們的三星貓 其實也活得超級無敵久 喔 頂尖對決 結果沒有想到說 我們這三星的理心 直接送了這個三星飛愛下去 其實飛在是很強的 只是 對 就遇到我們沒辦法 抱歉了飛愛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這一場呢 其實是算有同行的 也其實不到說真的就是同行 但是就是剛好體系內的牌 他們會卡得到 就那個賭飛愛的 因為他是武鬥嘛 所以他就剛好會搶到我們的牌 然後又那個賭一折的 就是也剛好卡到我們的理心 所以我們的理心就是比較慢 才去升到三星 但他還沒有三星的路上 其實就已經很頂了 那現在三星之後呢 更是更好去穩住一些 結果沒想到 那這是怎樣 這是什麼鬼 對面四個三星角色 哇 龜三星 然後這一隻科加斯 也是三星的狀態 喔 不過我們的理心 撐很久 真的撐很久 他這個血一直回回來 他剛剛的那個血線 本來差點要直接爆開了 只有沒想到又回回來了 OK 這邊掉了什麼 哇 七八塊錢是不是 哇 這錢打的真的是蠻多的 就你戰鬥越久 你打的錢就越多 說實在 一回合打七八塊 真的是有點離譜 因為 就有點像是 好像自帶那個什麼 地下勢力一樣 地下勢力頂多要四回合 你才能打十塊錢 這個你一回合 你就可以收割七八塊錢 超爽 而且打野怪 也可以再掉錢 對 想不到吧 沒想到打野怪也能賺 超爽 那這裡的話 沒有藍霸 或是沒有精進的話 我們就拿鬼鎖吧 鬼鎖的話就是可以給這個索拉卡 當然也是可以給勒布朗啦 只是說 尊重一下我們索拉卡 畢竟我們索拉卡 再拿一件裝的話就三件套了 所以想說還是主養他 那這裡稍微刷一下牌 然後提升我們整體的質量 而且現在已經露這一了 所以掉血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就把這個四人公智慧給拆了 就是讓我們的整體的戰力 再拉高一點 其實也可以上星堵啦 就是去湊一個三星光的羈絆 如果說你有艾克的話 當然因為還沒有來嘛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呢 先去掛上 就是我們的加護的一個體系的牌 而且我們的魔鬥竟然是 已經來到了惡心啊 這邊狂敲魔鬥 可以吧這個 喔可以欸 哇1103可以 還好我們洛布朗很給力 這本來有點想說 洛布朗可能沒有回魔裝的話 會不會有點難放招 不過感覺是想多了 就是他畢竟三星還是有他的一個價值存在 雖然說剛剛還是索拉卡打了一個最高的傷害 不過我們的前排很坦 就是你的理心非常非常的坦 他可以一直給護盾 所以你不用太在意說 欸你的後排的可能傷害不夠之類的 就是反正你只要能坦得住 你的後排就能夠一直去疊加這個助戰 那像對面的話 哇他已經是九五大陣了欸 就是他很強 他這個思路呢算是非常清晰 其實現在很多高端也會這樣玩 就是說你可能拿一個孤狼 或是說一些惡妃比較強勢的英雄強化 然後在後期直接變出一個九五大陣 而且他還是一個惡心的亞菲利歐 可以直接突破到我們的後排 結果沒想要被我們的索拉卡給奶死了 他很聰明喔 就是他拿一個很暴力的裝備 然後呢選擇了一槍 一槍的話就是藍槍 那他可以去順利的打到法陣的後排 如果說你是玩大東 然後遇到法陣的話 就肯定像他一樣去選一槍就對了 只是沒有想到還是被我們奶回來的 算是蠻可惜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四隻兜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雙禮心的一個搶奪 蠻多人其實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欸可能覺得說 不要上相同的怪幹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左邊的禮心 給右邊的禮心摸一下 然後蹲就超級無敵厚 然後這邊右邊的禮心 再給左邊的禮心摸一下 超級無敵爽 就是兩個人互摸 然後互相上這個白白的盾 而且非常的厚 是你就知道這個人適合在情人節的時候去玩的 非常推薦的 大家來玩一個獨禮心的陣容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上八上九 因為說實在這個東西真的是有點太破壞平衡了 所以呢也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也會去 就是直接充八充九 最後幫大家整理一下助戰禮心的一個重點 三之二的時候要去升上六等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時間點 在此也要特別留意就是整體遊戲的一個節奏 就是讓大多數的英雄都要去升到二星 第二個就是前排坦裝跟回眸裝備是制勝的關鍵 第三個就是除非你能夠三星索娜 不然就是後期呢 我們通常會是由索拉卡去擔任主 所以但是呢索娜依然是中期非常強力的英雄 不可小看 當你今天索拉卡還沒有來的時候 你就會先用索娜就對了 然後像是我最後的時候呢 其實剛剛那一邊也可以上就是三星光 然後去上一個星朵拉去拉人 那為什麼沒有上是因為我三星勒布朗了 所以我想說讓我們的勒布朗去休看 也確實他打了一個不錯的傷害 那這套陣容呢 在昨日的東南亞戰棋賽事中了 有幾位選手是有實用的 其中小兇呢 還靠這套陣容直接用兩個二星理星 就刺激了真的是超級強勢 就是他連追三都沒有追 他就直接用二星的理星 就直接刺激了兩場 並且晉級了今天的決賽 如果大家想要學習他的打法 或是更多的陣容呢 也可以趁現在的活動找他去教學 那活動的話呢 是到後天就接著了 感謝大家耐心收看 謝謝你們囉 掰掰 謝謝你 謝謝大家 吃三都 一定要趁現在 吃三 四都 是 吃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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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四都